這次呢,上海的市民台是距離上一次在香港市民台差不多有很久了,真的時間了 所以市民台總是會讓我覺得非常的緊張 因為重新的編排還有隊形啊,有時候會容易昏啊 但是覺得還蠻順利的在今天的表演 但是因為距離上是臉唱會差不多有快一個月的時間 去了馬爾蒂夫,休閒了一陣子之後 彷彿覺得自己有點變胖 然後又覺得好像沒有胖 因為身材還是依然保持到最佳狀況 但是因為有時候真的肚子很肥會受不了 因為在飯店看到很多人吃東西 我真的會覺得有點折磨人的感覺 於是呢,我有時候會打開門去偷吃別人的食品 或吃完的剩菜 真的蠻可憐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遵循每一餐 還有我們辛苦得到的每一頓飯 打開門看別人有沒有把餐桌放到外面 剩下的剩飯剩菜 剩下的薯條 好,難怪吃 又害怕被公司人發現 尤其我們家的那個小雙 我在憑什麼